各位風度MANSUNO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本月魅力新風度黑衣人參見週 5月份剛好是我的生日也就是金牛座 那我覺得很多人對金牛座 可能既定印象就是很固執 然後很小氣 這些你們都錯了 因為如果你交到一個金牛座的朋友 我想他可能會把你的事情 當他自己的事情 那我總是希望朋友在有遇到困難或挫折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出現在他面前 至於說小不小心這件事呢 我也很喜歡這件好的事情 但是買東西金牛座不是說我們沒錢 不是說我們沒有消費能力 而是買了這件襯衫 跟一個亮飯店買的襯衫 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有可能會選擇亮飯店 其實從送禮物這件事來講 我是希望有比較實際的 像我送範範啦 總是有3C產品和家店為止 那保持創意就浪漫的 你真的很惱無 就是你知道想生氣又不敢生氣 然後又覺得很幽默 你怎麼會送這個東西 那後來我覺得 不要那些奢侈品 3C產品都不要 我就再一次幫他用他的名義 然後資助兩個 一個來自雲南 一個來自新疆的人同 我覺得金牛座 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也是一個好丈夫 但在交往過程中 是不是好情人的話 就要看地方 對那個接受程度 那沒問題 是一個人 那一位 是一個人 那一位 是一個人 有機器 的 的 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